不论在一千四百块 我没距离 我也买了一套 一千四百块也好 一千五百块也好 你想想看 再过五年 你给你的孩子也好 再过十年 你给一个孙子也好 这个价钱 绝对不顾此 这个价钱 你在 都能说在那的时候 在米西萨价 那时候我 两千年来的 我三十五万 我买个房子 我全包买下的 这房子都是 真的是在米西萨的肉的那边 还算一个豪宅 今天多少钱 两百多万 两百多万 都还不要抢了 所以说 投资房地产 投资买黄金 这是最老靠的 因为我们想看 十年以前 你们到超市里面去 花一百块钱 一车 可以买一车东西的 现在一百块钱 能买多少 你这一百块钱 你还是放在你家里的话 你永远就是这一百块钱 当然 我也是一个投资的人 我买了很多 那么 陈州刚才说的 就是做生意 它的维园很重要 其实我们同样也可以期待 我先透露一下 陈州的公司 在 在K5 Hive 7 他又买下了一块很大的一块地 那边又继续 要造 可能比这更高的高楼 他现在在那个程序中了 那么我们也一起期待 他们的作品 我也是一个正途的一个建筑设计师 对这个房子 我个人的感觉 我喜欢的就是它的阳台 很低延 看到的就是它的阳台 可能是老设计的 为什么 以前还在Downtown 你们买的很多的公寓 我也买了 像Sky 还有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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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比较适合我们居住的 为什么 看夏天了 我们请一些朋友过来 可以在里面 我们大家去烧烤一下 怎么样也好 外面偷偷气 中国人挺喜欢 就是带空气流动气的 是不是